Hello 大家好 我是Jack 我今天做的是Sally Run Bun 看看材料 之前在Bath吃过一次 觉得很好吃 所以回到家就试试自己做 把糖加入预热的牛奶 然后加入酵母 搅拌均匀 等它10分钟 在这个时候刨柠檬皮 酵母已经OK 高筋面粉加入盐 柠檬皮 酵母水 再加入蛋 搅拌均匀 直至看不到干粉 盖好它 松弛20分钟 接着就可以搓面团 我用机制搓5分钟 加入室温牛油 继续搅面团 大概10分钟左右 直至面团完全吸收了牛油 拉出缸面 进行第一次发酵 今天室温是20度 我用了90分钟 平均将面团分成三分 轻轻按压排气 接着再将面团向内接叠 搓成圆形 将面团放在牛油纸上面 轻轻按扁它 盖好它 进行第二次发酵 同样我也是用了90分钟 面团就大了一倍了 于热焗炉 去到150度 焗它18分钟 就可以出炉了 沙烈凌饨完成 看一下非常软熟 还有清新的柠檬味 重点是去到第二天 用气炸锅 焗它2分钟 之后一样按软熟 切开去看一下 加入自己喜欢的食材 一份美味的早餐就准备好了 如果你都喜欢我的分享的话 记得给个like我 订阅我的频道和分享 多谢了 拜拜 这些更将有些 刀进来